姜濤的Dear My Friend 在於高登仔來說 是一首不賀多德的作品 Dear My Friend是姜濤為了吊念他一位好朋友 中鋒而唱的一首歌 而這首歌正正為姜濤帶來一個有一個的突破 在MIRROR的那麼多首歌之中 姜濤這首Dear My Friend是第一首突破了二千萬的點擊率 這二千萬的點擊率 亦可以造就姜濤在MIRROR之中的地位 MIRROR有那麼多首歌曲 Dear My Friend能夠成為第一首突破了二千萬的歌曲 是一個相當好的成績 而作為一個偶像 姜濤為何可以唱出一點 我們一度以來的娛樂教育 娛樂文化都告訴我們 一個偶像要在香港成功 需要唱情歌 需要不斷唱情歌 手手都唱情歌 如果大家如果經歷過八九十年代甚至二千年代 如果大家經歷過八九十年代甚至二千年代的所有 我可以稱得上為所有禁制的 偶像 他全部都是想著唱什麼呢 唱情歌 因為唱情歌的條路容易走嘛 唱情歌容易成功嘛 學生歌上班一族 打工的不打工的 全部都喜歡聽情歌的那個年代 所以在一個年代 所謂有分什麼偶像派 實力派 當然去到今年二零二三年 已經沒有分這件事 什麼實力派 偶像派 說出來我都覺得老套 是吧 但上當年有分 無論實力派或偶像派 上當年都是唱情歌 去到二零三年姜濤 都不要這樣做 對嗎 Dear My Friend這首歌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歌 它是一首不是說情情啪啪的小愛 它是說在二零二一年八月六號上台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姜濤的一位好朋友叫中峰 中峰是什麼人呢 就是姜濤識於美視 在球場識的朋友 在籃球場 上當天大家都知道 姜濤灣 即銅鑼灣 是姜濤的法績地之一 姜濤有住在銅鑼灣 又在銅鑼灣打球 大家都知道 從小到大 都是在球場那裡度過很多日子 而當中陪伴她的其中一個 三劍盒之中 就是中峰了 他們從小到大 大家都各自有存在不同的理想 小小說 有只一天他們坐在籃球場上 打完球 新水新汗 飲著無堂可樂 不過當時不記得有沒有無堂可樂 可能還沒有 當他們拿著可樂 一談自己的夢想 姜濤的夢想 就是成為一個歌手 一個明星 很清晰 而中峰亦都分享她 作為一個 想做一個平淡的人 總有自己的家 成家立室 那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那些什麼叫做 紅圖大志 姜濤識於微視 之後姜濤的條路 大家都很清楚 參加國內的選秀節錄 接著就參加了ViuTV舉辦的 《全民造星》第一屆 而之後的成績都告訴你 她得到一個冠軍 《全民造星》第一屆的冠軍 成績相當之好 姜濤亦都成為選秀節目 《香港版》第一屆的冠軍 在一路上 姜濤和中峰的關係 都是互相扶持的 當姜濤未成為明星之前 姜濤都受到很多日的支持 包括在她身邊最長的中峰 包括她父母親 或者親戚的朋友 但中峰作為她的波友 姜濤自小是獨仔 可能叫做 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她對於友誼 兄弟的感情是非常之濃厚 中峰陪伴姜濤 度過一個無名的歲月 是吧 在那時無名無姓 在娛樂圈 直直無名 到今時今日 姜濤作為一個 香港現在最紅 最受歡迎的明星 這件事肯定的 不用說 不需要質疑 我告訴你 到今時今日 有很多人 就是hater 特別是聽我的頻道 還要一路聽一路說 還要說姜濤有什麼理由 現在全港最紅 然後又舉了例子 哪個MC都紅過去 唉大哥 真的有些事 不是說你講一百次都是成真的 姜濤現在最紅 你不要說 我們主觀的印象 你說客觀的印象 說他每一天的成績表 說姜濤得到的獎項點擊 數據流量 受歡迎的程度 乃至今年4月30號 銅鑼灣的情況 由此種種的現象 你敢說姜濤不是最紅嗎 MC最紅紅過去 然後人們會反報說 MC獲得了很多獎 所以去到這一步 其實一個想睡 即是一個叫不醒的人 是你怎樣也叫不醒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當姜濤成為最紅的人 他跟中鋒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遇上 雖然他現在這麼紅 有時在銅鑼灣打球的時候 都受到粉絲追捧 雖然他追紅 但他都蒙蒙初心 他都一樣中鋒叫到姜濤去打球了 一起在銅鑼灣打球 結果就是有一次 就是有一次 中鋒就不舒服 送去醫院 結果就過了身 這個打擊對於姜濤來說 是多麼沉重 從小到大 朋友都不多過 通過打籃球 去認識到最親密的朋友 而當中 中鋒就是其中一個 而這個 對他的打擊相當之大 相當之大 他可能某程度上 都不能夠去治癒 我可以跟你說 我相信 當大家去聽這首DMF 都隱隱作痛 都聽到姜濤的痛楚 然後姜濤如何度過這個痛苦的經歷呢 他想起自己可以做到什麼 天天躲在家裡哭 看著球場 看著籃球 天天在思念他的好朋友 還是當天他們坐在球場 姜濤對中鋒說 他的魂員就是成為一個歌手 成為一個明星 今時今日 他就真的作為一個明星 所以他就運用明星這個身份 我最聰明什麼呢 我最聰明和最有信心就是唱歌 好 我就作一首歌 我就去演繹一首歌 我去吊念我的朋友 對嗎 大家都知道姜濤 未參加這個全民造星之前 他都做過的麥當勞 有一個直直無名的收銀員也好 或者是一個售貨員也好 在麥當勞裏面 售包員 到今時今日 做麥當勞的代言人 賣Big Mac 都都做了麥當勞叔叔 慈善之家大使 為麥當勞叔叔 慈善之家的服務捐款 豈有意義 這些善心 亦都是告訴他 不行 我一定要繼續努力 然後 在中鋒過了身之後 他寫了一封信 去表達他的感受 大家都知道 Dear My Friend這首歌 是姜濤的第八首單曲 填詞人就是林若玲 當然全盒之外 最重要是看姜濤這首Dear My Friend的歌詞 林若玲在訪問中也說過 這次的創作 是說未收到歌曲的旋律 已經收到姜濤一個很長的自白書 他在這個自白書裡面寫了很多東西 在字女行間流露對於中鋒的掛念和感情 而在他將這份這樣的思念 通過文字去告訴林若玲 願所有離開的人化作天上的星星 抬頭變能相見 令到很多姜濤 聽第一句話 聽到沒有 慶幸當天理在球場海後 已經十分之感動 以及催淚 現在高中仔 就算說起也覺得想哭 這些就是姜濤的魅力所在 他當日寫給林若玲那首 不是我的手 即是姜濤寫給林若玲那篇文字 其實是說他一個濕路歷程 他跟林若玲說這首歌 其實是要獻給一位已故的智友 花冥中鋒 他為人忠厚三十多歲 但未拍過一次拖 沒有碰過女生的手 性格很單純 他對生活也無欲無求 很多年都做一份技術的工作 沒有想過飛黃瓶白的目標和願望 只是平凡去度過自己的生活 姜濤和中鋒是適於微視 當時姜濤說自己的身材 是肥和著迷在籃球之中 在一次偶形的機會相識了 跟中鋒 在維園日夜打球 揮灑青春和汗水 練習球技 當然還有另一位好朋友 詹姜濤 他們三個自稱維園的球場三幾個合 跟他們相處的時光是最快樂的 最無衝無曲的 適於微視 他們大家都沒有名利的捆綁 自然成為好朋友 姜濤也說 在很大程度上 詹姜濤和中鋒 都彌補了從小沒有兄弟姊妹的遺憾 當時他們的夢想都是成為了家 成家立室 跟著帶自己的老婆子女 要麼去美國打這個街球 即是在街邊打籃球 是多麼漂亮的畫面 跟著姜濤還說 記得他以前參加大大小小的選秀節目 中鋒都會在現場跟姜濤打氣 加油 在減肥痛苦的日子中鋒都願意陪他去健身室減肢 假期也陪他去台灣、日本旅行 吃呀吃呀吃呀吃盡當地的美食 也一起度過不同的新年 在維港兩岸欣賞煙花、許願 當姜濤很幸運地踏上演藝道路的時候 中鋒都一如既往在他身邊支持和鼓勵姜濤 但是天意論人 在當年三月的一個晚上 中鋒跟他們一起打完球回家的時候 突然間抽筋 立即過救護車 跟他一起去醫院 但是最後無力 中鋒跟著就離世 留下了遺憾 也都令姜濤一等人悲痛欲絕 所以他想借Dear My Friend這首歌 他懷念曾經跟他一起 背叛了他這麼多年的兄弟手足 是吧 相當之感人 是吧 即是我這次再要去做這段片 去講仔細Dear My Friend 當中姜濤講給林若玲聽 這個兄弟情的故事 是多麼令人感動 是吧 大家記得當年姜濤參加這個全民造星的時候 中鋒也有上這個全民造星去支持姜濤 去支持姜濤究竟 跟姜濤的友誼是怎樣的 去維園打球 說他自己是肥仔 說他很差 這些也是成為姜濤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所以大家明白 Dear My Friend對於姜濤來說是緊急重要 Dear My Friend也沒有令大家失望 也沒有令姜濤失望 也沒有令姜濤失望 多到今時今日的點擊率 多人聽的程度 已經跨越了時間的限制 證明愛可以跨越時空 跨越時間 跨越空間 去成全一切 我們明白一個人的離世 在肉體的離世是一種死亡 但是有一個理論就告訴你 人是會經歷三次的死亡 第一次死亡就是肉身的死亡 當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的肉身隨之也會沒有了 這是經歷第一次的死亡 第二次的死亡就是當一切認識他的人 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 甚至是同事 上司、下屬 或者是不認識他的人 都認識他的人 當那些人都忘記了他 或者是那些人都已經離世了 這個人就經歷第二次的死亡 第三次死亡就是當一切有關他的事物 關於他的事物 都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的時候 這就是他經歷第三次的死亡 譬如說 他之前在一間公司做 他拿過一年的勤工獎 拍照掛在公司的勤力員工 在龍虎榜上面 但是那間公司也撿了一顆 是不是 他的照片也都已經沒有了 是不是 那麼 世間的一切事物 都好像跟他沒有關係 那就經歷第三次的死亡 但是姜濤 很明白這個 很明白這個 這個想法 所以作了一首歌 總之有一天 雖然現在中鋒經歷了第一次死亡 總之一天姜濤都離開這個世界了 或者是一切記得姜濤的人 都離開這個世界 不是 記得中鋒的人 都離開這個世界了 但是都有這首歌 只要這首歌 繼續存活在這個世界之上 無論在網絡上也好 或者你收藏在你的手機也好 或者在這個宇宙 第二天這個人 人類去到宇宙這首歌 去到宇宙每一個角落 只要這個歌一天都存在 中鋒都沒有離開過 正如姜濤一切的歌 姜濤唱的歌 只要有一天都能夠存活在這個宇宙之中 這個空間 這個地球 這個香港 大家對於 就算幾百年幾千年 姜濤都不會經歷第三次死亡 這個就是一個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姜濤這首 Dear My Friend 正正就是一個引領姜濤的第二個挑戰 正如我這段片所說 Dear My Friend 不是一首尋常的歌 在香港娛樂圈 被人救病了很久 以前我這種單一化 一種沒有很大的多元化 所有的偶像歌手 或是神力歌手 都是在唱情歌 你不要說是偶像歌手 基本上所有的娛樂圈或歌手 都是以唱情歌為主 上當年這就是單一文化 但是我告訴你 姜濤是打破了這個觀念 姜濤是作為一個最紅的歌手 他沒有忠秦這個容易走的路 他走了一條不容易的路 而這條路正正就是 在說作品的說話 我這條路 他用作品去代表他的心聲 他有很多想法 他有很多想說的話 他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他想透過歌去表達出來 所以做了姜濤到今時今日 其實情歌真的很少 是吧 但是想用歌去講出內心的說話 的歌就有很多 而且大家都很受歡迎 直到去到DMF 想當年推出的時候 大家都為之震驚 震驚的意思就是 一個這麼紅、這麼帥 這麼受歡迎的歌手 居然去唱一首歌 去吊裂他的好朋友 想當日高登仔 也有在網絡上聽過不少的言論 當然支持他的人 很多 但是當時也有很多人說 你作為一個明星 作為一個偶像歌手 現在還有人說偶像歌手 你居然用你一個這麼重要的quoter quoter這件事大家要明白 一間公司捧一個明星 或者一對明星的話 他是計算過出這首歌 是能夠幫公司賺到多少錢 而姜濤他可以用一個quoter去唱一首歌 而這首歌也是紀念他一個好朋友 你們可不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風險是多麼大 我亦都想像得到當日姜濤提出 我相信姜濤是指導提出的 根據一些訪問 他提出我要用我一首歌的quoter 去說明我跟這個朋友的關係 去講或者去吊念我這位朋友 你想一下這個是多麼勇敢 多麼大愛 多麼超前的一個想法 我相信當日也應該有人跟他說 喂姜濤 你去到今時今日這麼紅 你應該唱一些歌 令到自己賺得更多錢 知名度更加提高 我相信姜濤是一口拒絕 他說沒有什麼重要得過我的朋友 沒有什麼重要得過我用一首歌去紀念 去吊念我的朋友 最終幸好公司都被他唱和發佈這首歌 到今時今日姜濤這首D My Friend 都依然這麼多人聽 就是證明姜濤的獨具胃眼 他對於這首歌 我不知道當初他有幾大信心 這首歌是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但事實證明姜濤是對的 他唱這首歌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趨之若無 一聽到D My Friend 一聽到這三個英文字D My Friend 就想起姜濤 就想起一段這麼動人的故事 這就是姜濤帶給樂壇的改變 對不對 所以D My Friend 這首歌 我們真的要好好細聽去留意 而不要將他在這個 大家都認為一個這麼英俊 這麼有型的人 唱D My Friend 我們一定要繼續支持 而且一個更重要的課題 就是在說創傷後遺症 我們從很多新聞都知道 一個人的親人離世 而這個親人跟他很親密 是一個親稱最愛的人離世 無論是親人也好朋友也好 甚至現在是大家在說陪伴自己很久的小動物也好 他們的離世對一個人的衝擊和傷害是非常之大 而姜濤受到那個衝擊和那種痛苦的經歷 我相信都相當之大 其實作為一個調念他朋友的一首歌 他創作這首歌也是為他自己打開一個缺口 一個感情的缺口 他悲傷不能夠表達 他的痛苦不能夠演繹 都是一種創傷後遺症 但是他正正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唱出這首歌 Dia My Friend 去修補他內心的痛苦 去修補他內心的傷痛 所以這首歌也是成為很多志願機構 面對一些服務使用者的親人 最愛的離世的一個治療的歌曲 所以這首歌除了大家喜歡聽之外 這首MV很動人 林若玲的歌詞也很令到大家的心很touching 而且更加成為一個很常用的社福機構 我們那時候聽到很多報道說 有很多社福機構都運用這首歌做一些愛上治療 所以你看這首歌 不是姜濤為了調念一個朋友這麼簡單 對不對 除了調念朋友 為自己的傷痛作治療 亦都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 對不對 我不知道聽這條頻道有多少人是因為聽DMF 是得到療癒 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知道以後很多的社福機構去運用這首歌 去令到很多服務使用者得到療癒 那麼這首歌是不是很有價值 對不對 而這首歌亦都可以告訴我們 一個有才華的人 就算做任何的事 都是得到迴響和得到別人的欣賞 所以DMF作為姜濤 點擊率最高的歌之一 大家都有很多不明白 為什麼我一聽這首歌就這麼喜歡呢 就是因為真 就是因為姜濤唱出自己的真感情 去創作這首歌是真經歷 這首歌的背後故事是真故事 所以DMF作為姜濤的第八首單曲 非常繪席人口 很多人到今時今日都繼續聽這首歌 支持這首歌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姜濤到今時今日作為一個歌手 對於香港的樂壇 香港的娛樂圈 是有多大的貢獻呢 其他事情不要說 就這樣說DMF 無論在他個人 樂壇或者社會上 都帶來這麼多這麼多的貢獻 以及我們自己一得的意會意思 這就是正正姜濤的大愛正能量 以及努力的結果 對不對 有很多人就好像姜濤 姜濤也有表達過 對不對 他可以繼續在這個悲傷之中沉睡 但是他也要有醒的一天 而醒的一天他也貴大內 這首歌曲人口 到今次今日都這麼多人聽的 Dear My Fan 所以Dear My Fan 作為其中一首 姜濤最多人聽 最受歡迎的歌之一 所以作為一個 跟隨姜濤 姜濤這麼多年的姜濤 或者是剛剛成為姜濤的人 都是注定一定要很多次的聽這首歌 每一天都要聽 高登仔每天都要聽這首歌 才可以完成到今天所有的工作 希望到一天八九十歲 或者超過一百歲的時候 再聽這首歌 回顧之夜 姜濤的Dear My Fan 都可以出現在大家的手機 電腦 那時候還有沒有電視呢 不過我相信就算媒體點變 再具點變 Dear My Fan 都一樣會存在在大家的心目中 所以我值得多謝姜濤 為我們帶來這個 這麼感性 這麼有經歷 這麼感動人心的Dear My Fan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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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 今天 我們 今天 是 感谢观看